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思是假掰啦 所以他的標題是 If someone uses these seven phrases They're only pretending to be polite 要是他用了這七句話中其中任何一句 他們就只是在假裝有禮貌而已 其實根本沒有那麼 polite 我們就馬上來看一看 第一句 第一句是我們在 你看到but 我覺得你心裡就有端倪 no offense but 那前面no offense的意思就是 無意冒犯啦 那你聽說你只要聽人家講無意冒犯 你就知道接下來他要冒犯你 接下來內容就是 offense要來了 所以第一句就是這樣 no offense but I think your hair looks ugly 但我覺得你頭髮很醜或之類的 ok 所以這是一個 想要冒犯人家但是卻 假裝很有禮貌的一種 很 很彎曲的一種說法 第二句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What way 所以要是你現在感覺怎樣怎樣 不是很爽或什麼幹嘛的 所以很明顯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你不太開心 那我就對你說 哎呀真的你這樣子 你這樣感覺我真的覺得很遺憾 啊 說了這句話 有把我們的situation變更好嗎 並沒有 我只是表達我很遺憾你現在有這種感受就是 那我也沒有要幫助你把這個感受給處理掉解決掉 I'm just telling you that I feel sorry that you're feeling that way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虛假的道歉 you're not sorry you're not ok you're only saying this to show that you are kind that you are I don't know 這個就是 you seem to be polite but you're not ok so pseudo這個字就是假的 ok so this is the pseudo apology ok so on the surface it seems like an attempt at e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所以這表面上來看 看起來像是一個 你試著來跟人家共感 所以empathy這個字有時候就翻譯成共感 這樣子 你的感受我可以感同身受 empathy empathetic 以及understanding but in reality no 這是沒有 並沒有 ok 好來下一個 第三個 唉這個其實真的很常聽到 那 那 我聽過George Collins講過這個笑話 所以 你去 這個 我把這個笑話 複數一下好了 因為我有給他credit 這是George Collins講的 我不是原創 所以 我不是老高 我沒有標籤人家的東西 George Collins說過一個這樣的笑話 你去參加上禮的時候 假設是你朋友好了 所以你朋友死掉了 然後他老婆還在那 遺孫嘛對不對 未亡人 然後你就跟這個遺孫說 唉 真遺憾我兄弟這樣走了 留下你這樣一個人 有什麼問題盡量跟我說好嗎 好 ok 有什麼問題盡量跟我說 好 我一定盡力的幫你忙 那 這個 講得好像很大方 可是事實上 那George Collins開玩笑 就是 call his bluff 什麼叫call somebody's bluff ok call somebody's bluff 這 他的意思就是 他根本在吹牛啦 他根本在好笑啦 所以你就呢 把他的這個好笑直接戳破他 怎麼戳破 你要說 喔好啊 我老公每天都會倒垃圾 就是倒了下追垃圾車 你問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我需要每天有人替我追垃圾車 你來啊 那你就會看到那個人 每天我可能有點難 我自己有家人要顧 那你不是說有什麼事儘管講嗎 你要幫我忙 有什麼事儘管說 我現在說啦 我每天要有人幫我 我吃的東西就是 家裡製造出一大堆垃圾 我們四個孩子 我們很會製造垃圾 所以每天一定要追垃圾車 一大袋要丟 你要幫我丟嗎 那你看 所以call他的bluff 直接拆穿他的 戳破他的這個 謊言這樣子 所以第三句 Do you need any help 通常講這句話的人 沒有要幫你啦 他只是想要讓你知道說 我是個好人喔 我現在伸出了這個幫助之手喔 因為他就算準了 你絕對不會開口 跟他真的要幫忙 OK 所以他這邊描述就是 Now we come to the fake offer for help OK 所以你一定聽過 就陌生人來的這樣子 You've surely heard this from a seemingly nice passerby or stranger I witnessed it just a few days ago in grocery store parking lot 他描述了一下下 A woman's bag ripped and all the contents of it spilled onto the ground A young man walked by asking Do you need any help 那 help個屁啊 真的 OK 這故事說的其實這個幫忙大概是真的會幫的 這故事覺得很爛這樣子 好 anyway 所以 然後這邊下面就說 這個女生他回答就是 Oh I'm fine thank you 所以一般來說是沒有人真的會 讓你幫的 一般來說啦 所以這種幫忙的 Extend of a hand 根本是虛偽的 好 anyway下一個 Bless your heart 你可能很少聽到 可是美國南方的人常講這句話 Bless your heart 就 Bless是保佑或之類的 所以上帝保佑你之類的 所以上帝保佑你的心 什麼時候 什麼時機講這句話 講這句話的時機通常是 你聽到一個 跟你意見完全相左的一個idea的時候 例如說 好例如說 你跟我在描述說 你知道嗎 我啊 我講一個比較 我很想講一些荒誕的事情 好啦可以啦 就是我這個人這個 傑傲不遜 然後父母都管不了我 所以我昨天才跟我媽大吵一架 然後 甚至還推他去撞冰箱之類的 聽起來非常的 大逆不道 可是他講得滔滔不絕 然後彷彿是很驕傲的一件事情 我絕對不是媽寶 我都會跟我媽吵架的 那我聽的是我完全不同意他的這個觀點 對不對 但我也不好意思直接罵他 所以我就會跟他 喔真的喔 Bless your heart Yeah 這時候就會講出這句話來了 OK Bless your heart 好 所以這個 所以他說這是一個 passive aggressive insult OK 所以你看他這邊就會講說 typically 說這句話的時候 when the speaker believes that the person they're addressing has done something foolish foolish or naive 所以我覺得你做了很傻很笨很白痴很愚蠢的事情 很低能幼稚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對你說 bless your heart OK 所以 I'm not being confrontational 我並不是想跟你起衝突 我也不是要 就是表達一些我對你的行為有任何的disapproval 所以這裡有一個詞 so instead of directly saying their disapproval or disbelief the speaker sugarcoats their criticism with this seemingly kind phrase 所以我就用一個堂衣 把我的這個不同意給它包裹起來 然後我就跟你說 Bless your heart OK 事實上我是在嘲笑你 It's a polite mockery masquerading as a concern 這樣子 好所以這句講的有點久 但我覺得蠻酷的 OK 第五句 It's not for everyone 所以我跟你一定是在探討著某個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呢 你不同意 例如說我很喜歡吃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子 我很喜歡吃有一種有一款冰叫礦式旗派 我喜歡吃礦式旗派 一天可以吃好幾個 然後他你聽了你就說 蛤那個那個很甜耶 那個會胖耶 我們之類的 然後我可能就說不定我一個 一個怒氣沖心我就說 好胖個屁啊你才胖呢 我吃了半天我還是比你瘦 那這樣就吵架了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會跟你直接來衝突 我就跟你說啊不是每個人都 所以這樣的做法不適合每個人 It's not for everyone 所以其實我是想要去反駁你的點 只是我不想說你是錯的 然後不想跟你有衝突 Again我不想跟你有一個confrontation So I'm not being confrontational So instead我就跟你說 It's not for everyone OK 所以這個句子蠻tricky的 讀一下 This phrase can be tricky On the surface It seems respectful Understanding Even validating It acknowledges that everyone is unique And different things suit different people However In a certain context or tone It can also be a way to express criticism Or disapproval Yeah OK 好所以 所以當有一個人說 It's not for everyone 的時候他可能表達的意思是 I don't like this And I'm subtly suggesting that you or your work Doesn't meet a certain standard OK 好這一句 來下一句 You'll do better next time 下次會更棒的喔 所以表示 我剛剛才見證了你的失敗 所以我不會責罵你會怎麼樣 我只跟你說下次會更棒喔 我覺得這句其實還好啦 不然你要說什麼 不然真的責罵人家嘛 這聽起來怪怪的 那最後一句 就是聽說 據我了解英國人也很愛用 就如果他對一個事情覺得很奇怪 不喜歡不怎麼樣 他還是會說 Oh that's interesting 聽起來很有趣 有趣的小啊 你一點都不覺得有趣 你就只是說說而已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No You don't think that OK That's not what you think You're expressing disapproval but 那聽的人要聽得懂才可以 所以通常 你要能夠decipher這樣子 這些言論裡面的message 不見得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我希望你看過這一集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 當很多人講 剛剛以上這幾句的時候 我們或許可以很快 再給他走一次 像例如說 第一句說的是 No offense but 接下去 OK No offense but 我覺得你買的房子太貴了 然後這樣子 No offense but 我覺得你選的總統候選人是個白癡 所以 No offense 接下來就是offense 第二個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很遺憾你這樣覺得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OK 來再一個 Do you need any help OK 假的 OK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do Please let me know Alright I'll let you know I need a new computer Can you buy one for me OK Do you need any help 下一個 Bless your heart Bless your heart Bless your heart You're a stupid brat But bless your heart 然後再來是 It's not for everyone OK It's not for everyone It's for me But it's not for you Because you have no taste That's not for you OK It's for me Because I have taste You'll do better next time OK 靠雜了 沒關係啦 You'll do better OK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OK Oh 你總統投一個賴清德喔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哈哈哈 好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